当周夜温差变大 夜晚的水气凝结为沉露 秋天悄悄地来了 白鹿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是二十四节气中 最饱汉诗意的一个 阳光不似夏日般那样耀眼 早有田间升起的风 轻盈浮过 让光影澄彻 生命清晰流长 盛达的秋收尚未到来 但从白鹿开始 生命对秋收的告白 已经起伏连绵 那些此前的辛劳 在期盼中 已经有了值得珍藏的模样 而山川大地 每一眼都足以安顿身心 白鹿将与过去告别 温良开始分明 此前种下什么 此后便是什么 世间万物并无常在 岁月也不会告诉所有答案 那些春天萌发的希望 如果不足以抵住风雨 便不会有万千奇象 而宝汉希望的生命 也从来不会错失任何一个节气 凡是虚度的 都跟眼前的上达无关 安得下岁月 才配得上所有的世情华意 白鹿往后 请好生珍惜 最好的诗意 当与秋风 一起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